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久坐是无奈 我的观察是有一些上班族 他如果就是比方说银行柜台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坐 那那个坐的过程事实上 确实会影响到身体的很多这一个器官组织功能跟循环 是啊 像我认识一个五十几岁病人 他就是因为promotion就是职位上升 到了一个更高的管理职位之后 基本上就不动了 那加上他自己有个坏习惯 他回家就喜欢坐着看节目 所以他再回家之后他也不动 那在这个生殖之后短短几年之内 什么都曝光了 血液也慢慢高起来 体重也慢慢重起来 然后呢 胰岛素抗性也高起来 血糖也渐渐高起来 那常常背痛 那甚至于下班时候都还要去做复健干嘛的 那到有一天呢 他突然间觉得喘 然后呢 跑到急诊室去 急诊室一看 哇 肺酸塞 是因为坐太久 脚部的深部静脉产生血块 那血块就掉下来 打到肺里面去 差点死掉 再把他吓一跳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才跟他讲说 其实你与其在吃什么降血脂 要什么吃阿斯比林 大概都比不上你动一动 能挽救你的性命 那你知道吗 久坐产生的伤害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说 久坐的人比较容易心脏病 那他本身常常有坐骨的问题 肌肉痠痛的问题 痔疮的问题 那坐久的血压容易高起来 尾骨容易受伤 脊椎容易生病 然后还有颈椎 因为现在人坐着 有常常低头看手机 那因为人到底不是猪嘛 猪有一个松板肉 可以撑住他的头 所以猪头很重 可是他不会产生 这些我们人类的这些痛苦 颈椎病 而且猪也没有山西一直看 他头往前伸 可是他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的结构 就是为这个人准备了 那人没有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头一往前伸 这个腹力都成几十倍的增加 所以就很容易久坐产生病 那你很多人都说 反正我年纪大的就是一定只能久坐 不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是台湾之光 61岁的年纪 代表台湾参加这个建议赛 结果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办的时候 他一个人 蹲举 硬举 卧举 三项都金牌之后 总和也是金牌 马上得到四面金牌 所以这件事 这是阿嬷 对 所以证实说 没有说什么年纪大 一定不能运动 不能活动的事情 事实上也有人做得很好 做得到他金牌 真的 那林医师这个要分享提醒 我刚刚讲说 在台湾酒座一组很多 那特别是某一些文书工作的上班族 他本身的职业形态就是这样 所以他那个酒座 可能一座是20年30年 那酒座酒的身体 真的会有很多毛病 其实酒座现在几乎是文明病 那我这边举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上班族 他每天非常任劳任怨的上班 进公司就坐在电脑前面 把处理他长官或是上司 处理这些文书作业 但是其实他最近他就抱怨说 怎么刷个牙 常常起来腰就会痛 甚至处理一些 整理一些他的寝室 或是他的一些床单 或是晒衣服 怎么腰弯一下 起来的时候也是会痛 所以他来给我看诊 那时候我问了一下 他的一些工作形态 而且看了一下他的姿势 发现了其实他整个姿势都有问题 那当然在上班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坐在电脑前面 而且都是公的 所以长久下来对我们的腰椎 甚至我们腰椎附近的这些肌肉 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肌肉就容易紧绷 久而久之呢 关节就快开始磨损 那后来呢 我们就帮他安排做一些物理资料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 他的姿势呢 已经长久下来都是一个错误的姿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做的一个影像的检查 那常常会有一些下背痛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希望说 知道说到底严不严重 有没有希望说靠着一些保守治疗 或是复健治疗可以改善 我们就安排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 圈起来的第四第五的 这个腰椎的椎间盘 好这个是核磁共振的腰椎的影像 是 然后圈起来的这里 圈起来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这个椎间盘 往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往后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他的软骨 已经因为长时间久坐 造成一些过度的受压力 OK 那如果像我们主持人 他站得很好 我们的这个 如果腰椎的受力是1的话 如果你坐着 那就是1.5倍的压力 我没有站得很好 我站久的露营 也是腰栓背痛 所以说这个 我们如果坐着 再加上如果姿势又错误 就像我刚示范的 像工作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的腰椎就长期在 大于我们这个体重的 2.5倍的压力压在上面 所以一个人类如果50公斤 他这个姿势的压力 就125公斤 对 姿势错误就125公斤 所以压了50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椎间盘突出 那第一个当然 疼痛 我们还是要先处理他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帮他安排 用一些药物 搭配做一些物理治疗 腰椎的牵引 大部分如果他的病情 没有太严重 都可以随着这个时间 可能规则做 大概一到两个月 症状就慢慢改善 但是这个个案 比较特殊的是 他也很认真做 但是一个月后 他说医生怎么都没有改善 那我刚好讲 他是50几岁的女性 这时候我们的 医生的这个专业的 这个警觉度又提升了 那我想说 那你会不会有停经的问题 正常啊 对 50几岁已经都面临了更年期 结果他跟我说 医生 我40岁就已经停经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那比一般的年龄更早停经 那除了腰椎的椎间盘突出之外 或许还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后来我们就帮他安排 一般这样子的一些中年妇女 又在办公室久坐 又不喜欢运动 也爱美 不晒太阳 提早停经 所以果不出奇 我们再帮他安排一个 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查 骨质密度检查 他可以看到 他的骨质密度 已经落入了这个 红色的这个范围内 红色范围就是骨质疏松了 骨质疏松 而且他的数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般看骨质密度 看T-score 小于-3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数字是介于-3 好 就是很严重的 对 无事几岁-3 这是非常严重 所以说 我们给他的建议说 你不是只有做物理治疗 你可能还是要治疗 你本身的这个骨鬆的问题 而且你一定要开始做一些运动 那运动他也很怕 所以说 我们这边给他一些 骨鬆的人乱做运动 搞不好就骨折 搞不好就受伤 对 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这边 还是按照我们这个 专业的一个学会的建议 就是说 骨鬆的病人你要做运动 但是你要做一个 正确的一个负重的运动 OK 所以说一般来说 如果他还没有骨折 他可以做这些 像分腿蹲 对 因为我们骨直要维持的话 他一定要受到刺激 所以分腿蹲的话 这样子 你借由这样重心的转移 你的骨头会受到一些刺激 这样子的盖 吃进去的盖 才可以维持在骨子里 另外呢 因为他有追尖盘突出 所以我们也建议他 要做这个 核心 核心运动 就是乔式的运动 那乔式的运动 第一个 姿势要对 核心要hold住 屁股要稍微用力 久而久之 这两个运动 这样搭配起来 慢慢的 他大概做了三个月 他的症状已经获得改善 那我们就提醒他 不要再久做了 而且呢 一些姿势动作 一定要维持正确 真的 所以阿峰老师 接着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现代人的无名病 那这个 有些时候职业伤害 实在也是挺无奈的 可是呢 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 可以降低那个伤害 对 所以抗发炎 跟好的蛋白质很重要 对 所以我蛋白质 我今天选择了虾 鱿鱿鱼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做一道咖哩料理 因为里面有一点 姜黄的成分 搭配这个 玉花椰菜 但是我今天的咖哩 比较特别 做一道泰式的咖哩 那泰式的咖哩 比较特别的 它跟我们想象的 这个咖哩不一样 就是 它会有一个咖哩酱 这个椰浆的风味 那用的是 我们的咖哩 通常会用洋葱 用油去爆香 可是这个泰式的 这个椰浆 它是用 野奶里面的油脂 对 很特别的 用野奶里面的油脂 还有野奶里面的油 先去加热 然后把它分离出来 我要用这个里面的油 爆香这个蒜 所以我没有在锅子里面放这个油 然后旁边的这个锅 我就同步来放一点点的这个水 然后来蒸煮这个蔬菜 好 我放了一点点的水 我们铸铁锅加热 放少量的水 半杯的水就好了 好 然后来蒸煮这个蔬菜 蔬菜 我们来蒸这个花椰菜 好 然后泰式的咖哩 这个比较浓郁的椰香之外 它也很百搭各种蔬菜 所以老师搭配了玉米笋 对 然后胡萝卜片要有油脂吸收 但是我们因为等会儿椰浆会有 咖哩出来会有油脂 所以我等会儿会配在一起吃 我今天就没有再用油去炒它 好 然后就盖蒸它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不粘锅 不粘锅因为那个椰奶 一加热之后它水分会蒸发 所以它那个锅内的那个浓稠感会增加 对 它就会滚起来 对 好 然后把蒜头放进来 好 爆香 那我们在吃泰式的料理的时候 不是会有红咖哩 黄咖哩 绿咖哩的这个概念吗 然后它其实就是会有那个咖哩酱 那我现在其实在做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做那个咖哩酱 好 好 而且我们老师的锅铲一直推它 不然它事实上可能会黏锅沾锅 会焦化 然后那个香味出来了 好 咖哩粉这里下去 你看 导播我们看镜头 你看它那个浓郁的泰式风就出来了 对 然后一点点看你要辣多辣你可以微调 好 这样就可以微调成红咖哩 那我现在出来 你可以看到 好香喔 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加水 好 酱汁调好了 家里头其实自己会调酱料的话 基础的酱汁有就够用 对 不要太咸 好 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鱼露 好 我们稍微稀释它 然后煮滚 好 然后煮滚之后 我今天要加一个调味的材料 就是这个 可是凤梨也要早家 对 要让它煮出那个高汤的滋味 对 对 然后我们来放一点盐 所以酸甜要让它入酱汁 对 对 好 我觉得东南亚料理 确实也是很爱用后米 好 放一点点的糖 好 酌量的盐跟糖调它 凤梨这个季节在台湾本地开始 这个各式各样的选择也很多 好 然后让它先沸腾 沸腾上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放这个海鲜 好 那我们煮它的同时 请教罗医师 我刚刚讲说 现代人因为久坐少动 还有另外一个经常发生的状况 是各式各样的筋膜沾黏 其实所谓筋膜沾黏 最常听到看到的是五十肩 但是事实上全身的筋膜的平衡很重要 只要沾黏都会不舒服 对 其实这个在临床上 真的还蛮常见的 那我之前有一个五十二岁的 一个女性会计师 她就是那种典型 就是办公室的那种 久坐完全不运动的女生 结果她后来发现 她公司有体检 她是一体检 她的那个胆固醇有到220 但三酸肝油脂是到270 然后尿酸的话也是高 大概就是6.5 所以她已经是一个 朝着我们讲代谢症候群的方向的人走 然后她虽然血压跟血糖是正常 但是她就是体重还蛮重的 身高大概150多 但是已经接近70公斤 那体脂肪也是38 就是一个中度肥胖的女性 她就来看减重 然后她减重的时候 有一天她在办公室突然 她就头很痛 然后是从我们的风驰穴 一直通到太阳穴 一直通到眼睛 她就觉得说很脏很不舒服 那同事就想说她是不是要中风了 然后就帮她量一下血压 发现血压也正常 她那天就从办公室痛 一直通到晚上都睡不着 所以她隔天就赶快来看诊 那我帮她一摸 发现她的肩膀的肌肉是非常紧绷的 我就说你这个头痛 其实应该是从肩颈啊 这个地方来的 就是我们讲的紧张性头痛 这边肌肉紧导致说 侧面啊 风趾都很痛 所以我就帮她做针灸 就帮她针灸的时候 一针下去就发现说 她的肌肉其实是一个沾黏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知道她肌肉是沾黏的 就是当我们一般针进去的时候 其实针的感觉是你想像说 你刺到一个肉的感觉 可是如果是沾黏的肌肉 你针刺进去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撕裂感 就是我们你想像是一个刀片去刮布 那种滋滋滋滋那种感觉 我就说你现在这个肩膀啊 其实是还蛮紧的 那肌肉沾黏 那我就刚刚讲说 你一定要就是有空勤针灸 然后自己的话要做一点热敷 热敷的话 让肩颈这边的循环好一些 然后再来很重要 就是各种肩部的运动 就不管有 没有办法做那种大量的时候 就是只好这种转肩膀 平常在办公室转一转 动一动啊 做一点伸展都会有帮助 同时间我们咖喱滚了之后 老师海鲜下去 我已经把它呢 放进来 就把海鲜的这个虾子 还有鱿鱼放进来 然后呢 这个咖喱呢 它是一个汤式的一个咖喱 我不会做任何的勾芡 然后吃的是这个椰浆的这个浓郁 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鱼露的这个调味 也在这个时候放进来 然后它现在味道已经很浓了 对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蔬菜的部分呢 我维持吃的是原味 然后在这时候呢 它用蒸煮的 已经很均匀了 然后我就把它翻拌 然后很新鲜的这个质感 好 然后我的习惯 我会把蔬菜放在盘底 然后把这个海鲜再加上来 好 所以海鲜熟了 其实就等于盘底是蔬菜 然后淋上了这个综合的海鲜 油脂通通在这里 对 然后这样子就配搭的吃 就会非常好吃 好 那我们组他的同时请教一下廖医师 刚刚讲说 现代人因为这一个工作形态 而且呢 这个过度使用3C 所以有很多人 事实上颈椎都已经出问题了 可是而不自知 但是颈椎只要有问题 身体会有很多毛病跟症状会发生 对 这样子的主体人其实非常多 那我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工程师朋友 那他其实就是长期 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工程师的工作 就是长期需要久住 那盯着电脑 所以他的姿势一定是非常的僵硬 那他们就是工作一段时间 他们常常就会有一些肩頸僵硬 那甚至会开始觉得 好像手麻脚麻的症状 那他 因为这一类的族群 他们的知识水准都很高 他们就去上网搜寻 然后会发现说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在讲的是 椎间盘造成的一些压迫 那就会来到我们骨科的门诊 那在我们的骨科门诊 做完一些基本的理学检查之后 我们会特别去照一张X光 去看一下他颈椎的一个结构 那不过这一群的族群 他其实大部分 因为他还算年轻 所以他原则上他的脊椎 检查起来是非常的正常 不管是他的颈椎盘的高度 不管是他的关节的一个构造 都是还是非常的健康 不过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他的整个颈椎 是非常往前驱的 就是他这种大部分都是因为肌肉 长期一个姿势不良 造成的一个僵硬不平衡 那这类的病人 他其实他偶尔久做 因为他我们这个颈椎附近 都是有很多的一个神经血管 所以他久做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开始感觉 有一些手脚麻的问题 那这样子病人 其实我们一开始来 都是先以症状治疗 先给他一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去控制 那之后他这种的病人 他其实因为本身 关节结构他也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给予一些 生活习惯的改变的一个胃教 那鼓励他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给他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用一些护腰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常见的这个做脂不良的一些 大概是什么状况 这一张图板里头 是常态性的久坐一族 经常性的姿势 那这个姿势很有可能 从头到脚都有状况 脑袋可能做久了会昏沉 肩颈可能紧绷 然后腰背可能失去弹性 然后僵硬的关节 还有这个下半部的肌肉跟腿部 都会无力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让每个 那个这种长期需要久坐的一个 的一些朋友们要知道的状况 那提到这个颈椎不好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疾病 那刚才我们很多医师朋友提到 那比较常见就是一些肌肉造成的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颈型的颈椎病 那是最常见的 那其实刚才有提过颈椎附近 有走很多的交感神经 脊椎甚至是一些骨头的一些骨性结构 那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一些脊椎的 一些病状 那除了颈椎的一些肌肉造成 很多其他的疾病 很多都没有办法完全靠一些附件来治疗 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神经症状 比如说夏芝麻或是长期就是连九座都 不是只有九座造成 平常就算在休息的时候 也有常常常有这些手脚麻 无力甚至走都有问题的 那还是要进一步到医疗院所寻求一些骨客的 一个专业的一个协助 好那同时间阿邦老师的泰式咖喱 煮好了好香喔 然后我也把这个脱身 把涩水都去掉的这一个蔬菜 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经过了椰浆的油润 稍微过一下这样配搭 就非常好吃 我们就可以上菜囉 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咖喱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适合今天这个题目的 因为咖喱本身就知道说 它有很好的抗发炎的效果 那你知道久坐的人 其实最主要他的关节 会产生一个慢性的发炎 不是越动越发炎 反而越不动越发炎 像我自己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女病人 她在洗射沒錯 不过她的关节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她关节肿起来 会痠痛 可是她没有红 没有热 就肿起来痛 可是会痠痛 可是又不红不热 那我后来我们仔细评估她的状况之后 认为她大概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她喜欢 除了洗身之外 她在家里也都常做的 所以她的整个关节动得太少了 那我们知道 適度的运动是一种消 对关节是一种消炎的效果 那第二个问题是 她又跟你讲说 我在痛啊 你怎么叫我动呢 好 那我们认为她疼痛 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叫做肾性骨病变了 因为我们肾上科的病人 有一个大问题 是她的磷排不出去 不但自己的原始肾上 因为生病没有办法排磷 我们的人工肾上 基本上排磷效率也很差 所以磷排不出去 钙就掉下来 那这磷膏钙低之后 就会刺激腹脚状腺 腹脚状腺本身分泌出来 腹脚状腺本身就是一种毒素 它会刺激你的骨骼病变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的肾上科病人 因为没办法活化维生素D 那没办法活化维生素D的话 当然会导致于这个关节 就更容易损毁 因为关节是需要维生素D 这种基本的营养素的支撑 第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是尿毒素本身拉高 因为其实我们肾上科病人怎么洗 他也不可能洗到 跟正常的一模一样 他体内置于某一定的毒素 就像磷朵分类的东西 他本身也会刺激 这个关节本身的发炎 所以像他的情况 后来我们就给他开了一点 活性的维生素D 再加上他每一天一定要行走半个钟头 他这个关节的膝盖 关节肿起来这个地方 就慢慢的消下去 也就不再酸痛 所以证实一点说不是痛 就不要动 在某些情况下 痛的人适度运动 反而可以降低他的疼痛 那我请教林医师 临床上一定很多人问你 特别是已经有关节炎的人 他又怕过度的运动 让他发炎更恶化 可是他完全不动的话 感觉又会退化的更严重 所以说其实我们最近 常常有在宣导一个 很多慢性病 运动就是良药 就是exercise medicine 但是运动真的也要符合 每一种疾病所需要的运动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提几个 就是运动 其实退化性关节是可以运动 但是要挑某些运动可以做 像在水里面的一些游泳 或是在水里面行走这些 因为水有福利 可以减少关节的负担 那另外像北欧式箭走 就是拿两个手脏 看现在这样山上 还是外出交外的时候 蛮多长辈他拿这个 这样子的话 即使他已经 关节已经不好了 但是有了手脏的支撑 可以减少关节的负担 那另外很风行的就是 现在很多人都说 我膝盖不好 我要做深蹲的运动 或者是我膝盖不好 我要做抬脚的运动 这些都对 但是最怕的就是 当你在急性起的时候 又去做这个运动 就不适合 那我这边举个案例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 50多岁的一个 他专门在从事运动 用品的一些 贩售的一些老板 他前一阵子 就刚好去带了一个登山团 在国内 台湾的高山都很高 去了五天失业 回来之后 就突然 脚都不能动了 他说糟了糟了 下个礼拜 又马上又有 第二个也是要去 爬和欢山的登山团 结果来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 他说医生都没有办法弯曲 连走都很痛 他说 不是说要运动吗 我去做的运动 为什么会痛 结果呢 我帮他做一些检查之后 确实他有一些轻微的 退化性关系 但是因为他平常 没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一下子去走了一些高山 斜坡 甚至下坡 对膝关节的冲击是非常大 所以我检查起来 发现他的膝盖里面 都是在积碎 所以有时候外观看起来 种种的话 大家要记得 还是要尽快去就医 确认一下 有没有一些关节内的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就是透过一些超音波 把他的积水抽干净 然后给他一些药物的控制 然后一些物理治疗之后 我们就跟他说 你急性期过了之后 那接下来你可以做运动 但是比较保险的运动 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股四头肌运动 其实这是让他有个天然的护膝 记得脚要打直 腰要靠在一个这个 坚固的椅背上 避免一个错误的姿势 造成腰有不舒服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 要做这个膝关节的伸展的运动 因为关节附近 有很多的一些软组织 一旦发现之后 他软组织容易紧绷 所以说股四头肌运动 跟关节的伸展运动 两个都要同时去做 这样才可以 拥抱你的关节健康 好 那接下来若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 我们番茄烧我们的雪鱼 然后番茄要经过炒制之后 它才会产生香气 所以我们先加上一点油 然后我们先炒一下番茄 好 我们这个铸铁锅里头 热锅热油先炒一下番茄 对 番茄就是让它的茄油入出来 那因为番茄它本身的香味也蛮浓郁的 那我们为了要让它香 也是加上一点奶油 好 酌量的奶油 对 让它炒香 然后这一锅我们是要炒蔬菜 让蔬菜的味道完全炖在这一锅里面 好 然后再炒番茄 唯一的一个技巧性就是番茄要沙 番茄一沙的话 它整个切红素就会跑出来 所以你要经过大火的去把它烹煮 然后让我们的奶油的香气 也在里面做融化 那你怎么看它沙呢 就是在旁边有水分 对 然后你会有一个小颗粒小颗粒 然后你的番茄的皮会脱落 就表示这个已经OK了 好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菇类 把它放进来 好 这个是 我们这里主要要炒的都是蔬菜类 对 师傅搭配了菇 今天搭配了结瓜 洋葱 番茄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修正菇跟红曲菇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很简单的结瓜 因为结瓜现在就是一零做就很方便 像这两条差不多35块也很便宜 好 然后下锅之后香气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加上一点点的水 对 差不多用三杯的水下去蒸 好 那下去之后一样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们的雪鱼 来 我们烹煮一下 一样加上一点点的油 好 我们现在这个不沾锅里头 另外要来处理我们的鱼 所以我们热锅热油 那今天师傅搭配的是雪鱼 其实师傅今天这个做法 不同鱼类的鱼块鱼肉都可以 来搭配 是的 一般的鱼 尤其是雪鱼 它在烹煮的时候很容易散掉 那他们都用煎过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也不用去煎 我们就是用天然的煮法 去把它做烹掉 好 所以我们热锅热油 现在爆的是鲜香料 蒜头把它切片 对 然后我们的蒜头 一爆出来之后 我们就加上洋葱 这个今天我们加了半颗的洋葱 今天讲抗发炎 其实抗发炎从食物中 摄取很多相关的这个营养素 来帮助抗发炎 也是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 跟负担 蒜头跟洋葱 其实也都蛮好的 也都是很好的抗发炎的食材 对 然后我们配一下颜色 我们就浆油下来 灼亮的辣椒 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洋葱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加上 一点点的油再下去 因为洋葱很容易就吸满了油 对 那你用油下去炒的时候 洋葱的甜度才会出来 好 让它炒香 对 你在尿酸结晶出现 把眼睛也跑过来吞噬它 那释放很多发炎物质 到这个关节墙里面 这整个关节墙就会肿起来 就是你肠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肠里面的一些消化菌种不好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认知 你的记忆力 睡眠 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 那大部分呢 我们要让这个雪鱼快速的抽成 大部分都是用蒸的方面 要不然就是把它煎过 对 那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 食材的煎制法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摆上去 好 那师傅 因为你今天准备的是雪鱼嘛 那我如果用别的鱼 也可以用这个做法吗 可以 像一般的鲁鱼 还有石斑青肉 对 那如果鲑鱼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一样都是鱼肉鱼快可以这样子下 是的 然后这个下去之后 我们就加上我们的 两大匙的酱油 所以酱油在这里会烧我们的食材 跟鱼肉 对 然后下去之后我们加上一大匙的蚝油 好 蚝油 然后糖也是一样加一大匙 好 因为有加蚝油 就要加糖下去 加一点糖平衡 对 然后米酒两大匙 好 然后这个水也是一样 加三大匙下来 好 然后就让它有一个蒸发 对 有点闷烧这样子烧它 那我们看一下铸铁锅 铸铁锅内的食材 还要再让它稍微炖一下 对 那炖它的同时我请教一下江医师 江医师 如果痛风尿酸的话 事实上跟体质也有关系 跟饮食也有关系 可是那个久了也会伤害关节吗 没错 其实痛风 到最后会导致痛风值的累积 然后关节的变形 甚至关节的损毁 不过痛风有时候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诊断 尤其当他出现在不典型的位置的时候 像两年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东莞经商 他的儿子 还不是在冬天 他在夏天 在中午跟朋友打篮球之后 就回家睡午觉 睡午觉起来 发现右膝盖整个红肿 肿起来 那就赶快去当地的第一人民医院 这个骨科来看一下 就给他诊断说 你这是刚才打篮球的时候 跳跃的时候 撕裂了半月板 导致于这个整个关节内面出血 半月板撕裂伤 所以这区要动一个关节径手术 那进去把半月板切掉 那个要人民币五万块人民币 那后来 爸爸就打电话回国问我的意见 我刚才讲说 如果是半月板撕裂伤 好像早开晚开 效果没有差很多 那回台湾开 对没有除急嘛 你这边花五万块人民币 也不是很便宜 在台湾有健保 大概是不用花那么多钱 所以后来他就坐着飞机 就慢慢慢慢吞吞的回来 坐着轮椅 一个小小男生就是一个二十幾岁的男生坐轮椅回来 那我就把他带到骨壳去看 那些骨壳一看他关节 问怎么问一问 觉得有点问题 拿了一个针筒 戳到关节扭移去 一抽出来 出出来像什么 是红色的粉笔灰 这粉笔灰是白色的 他混了血 就是有点红色的 那在显微信案一看 全部都是尿酸的结晶 所以正确诊断是一个急性的尿酸性的关节炎 那个小男生 我认为他最主要发这个尿酸结晶关节炎 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吃摇摇杯 那在对岸其实很多摇摇杯 所以他们打球热 他就买很多寒糖的摇摇杯在旁边喝 那我们正常买一杯 他一场篮球这样打下来 可以喝三四杯 不是只有对岸这样 你在台湾看到很多篮球场 旁边都摇摇杯 而且那一种男生一定是大杯起跳的 小杯不够喝 喝那个会有尿酸 因为果糖没办法循正常葡萄糖的代谢 没办法进入细胞被燃烧 果糖一定要跑到肝脏去代谢 肝脏碰到太多的果肠 第一件事情不能处理 就把它转成尿酸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尿酸沉淀 在这个关节里面 那尿酸本身对于我们的白血球 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东西 一旦尿酸结晶出现 白血球就跑过来吞噬它 那释放很多发炎物质到这个关节枪里面 所以整个关节枪就会肿起来 等等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经常性的看到冬天 有些人喝火锅 吃火锅 吃完就尿酸发作 那个是喝火锅的浓汤 那普林高 那普林高 然后你刚刚讲的是年轻人 他喝含糖饮料 是 然后那个糖是果糖 而且都加很多 像那个大家都嘲笑 台南是那个糖都品质 就是你去那裡 青菜店都是甜的 你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糖 那种吃多了 尽管他二十多岁也会尿酸 也会关节炎 也会耶 因为其实我们讲 一个摇摇杯 柠檬绿 它里面含有的是 二十一颗方糖数量的果糖 OK 那我们的人 一个像我这么大小的人 抽完我的血把血抽干的 去炼成糖 是一颗果糖的量 OK 所以他一罐喝下去 就是二十一倍的 一个人身体的血糖 里面的果糖的总量 所以他当然身体就没办法复合 对 当然另外一个因素 当然不能否认 就是说运动的时候 产生的微小的伤害 也会刺激尿酸結晶的沉淀 然后触发尿酸 关节炎的发作 所以很多人的确是在爬山 或者运动完之后才发生 所以两个地雷 一个地雷就是 酒煮的火锅或汤瓶 一个地雷就是含糖饮料 那我们看一下洛师傅 洛师傅的这个锅子里头 炖蔬菜也炖好了 对 它的那个味道完全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蔬菜的话 我们就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像这样子 蔬菜也全部熟了之后 来我们再看这一锅 好 它的酱汁也完全烧了 然后它的定型也都已经熟了 所以你下去煮的时候 差不多五分钟它就熟了 然后这个时候 把这个酱汁 跟这个蔬菜结合在一起 好 然后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葱 放进来 然后还可以着亮的下黑胡椒 对 又加上一点黑胡椒 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只要充熟了 那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们洛师傅的这个番茄 蔬菜烧鱼也真的很好吃 那我请教一下廖医师 刚刚讲说 现在很多人行动力不佳 事实上很大的关键是 关节的保养 而且关节的保养 是有PEBBLE的 要这一个选对东西 那要保养的话 那胶原蛋白是非常重要 那尤其是我们在所谓的 未变性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就是我们比较广之的 所谓的UC2 那UC2它其实是萃取式的肌卵骨 那它保持有原有的一个蛋白质结构 那它主要是 藉由训练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 来去做一些辨识 跟清除我们一些受伤的一些软骨 那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关节 产生一些更多的软骨 那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些联合度 那除此之外呢 这种UC2未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 它的原料其实是 具有一些成分专利的 对于提升我们的行动力 是很有帮助的 好 所以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对于我们真正在影响 补充我们身体的胶原蛋白 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二型胶原蛋白 这个对于很多人的 这个调养跟补充来讲 它可以改善老化跟退化 那这个罗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改善老化跟退化是全方位的 那很多女生 特别刚刚讲到说更年期过后 它事实上面对的老化跟退化 是全方位的 就是包含骨头 包含肌肉 包含血管 那特别是骨头的流失 真的会影响到身体的 机能的这个顺畅 对 确实 如果你不好好保养的话 身体真的退化很快 我之前有一个65岁的一个女性朋友 其实她一开始是说 她要调睡眠的问题 因为她长期有吃那个 史蒂诺是在帮助睡眠 但她发现她最近可能 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她醒了之后睡不着 所以她就变成说白天都很昏沉 然后头晕 然后觉得身体很没有力 她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 是她有肠躁症 她有肠躁症 她吃东西很容易拉肚子 她每次一拉就是一些那种 黏黏的那种黏液状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她消化吸收不好 有一点那种胃炎的一个状况 所以她吃的又是胃胀 又是胃痛 所以她虽然年纪不是很大 她65岁 可是她体重只有31公斤 她每次来的时候 她就说她很累 她就是一定要家人服 然后可能走几步路 都那个楼都快要上不来 那种状况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这个状况 你不是要先调睡眠 你要先调的是你的肠胃 因为我们中医讲说 是肝煮筋 皮煮肌 那你肌肉没有力 你当然是肠胃功能要先养好 这样子的话 你消化吸收才会比较好 那以西医来讲 他们有一个就是讲 那个肠脑轴 就是你肠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肠里面的一些 消化菌种不好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认知 你的记忆力 睡眠 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她 开了一些 比较是顾肠胃的一些药 她吃了之后 肠胃消化比较好 她大概吃了两个月之后 体重有上升一公斤 睡眠状况没有办法完全改善 就是还是需要吃史丁东西 但至少可以睡比较久一些些 那我们讲说 我们要顾我们的关节 顾我们的骨本 还有一些筋骨的部分 有一些食材的话 就是还蛮推荐的 就是各种 像我们今天那个洛师傅的一些 像我们的一些肉类的东西 胶原蛋白 不管是鱼 这些海鲜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抗氧化的食物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一些 像今天我们用的番茄 胡萝卜这些 然后再来的话 它生物类的那个生物类黄酮 就是像绿茶 或是颧骨类的 那Omega 3 就是一些像鱼类的 維生素C 还有一些有机的一些 那个硫化物 像我们今天用的 十字花科的一些花椰菜 然后含钙的物质 当然就是像一些小鱼 或者是一些乳脂瓶 这些都还蛮适合去调补 我们的筋骨 那廖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刚刚讲说 对于关节来讲 二型胶原蛋白很重要 然后呢 这个据说 这个天然草本的啤酒花 事实上 对于我们的关节 也会有帮助 为什么 因为萃取式天然草本的啤酒花 它本身就可以降低 我们关节的不适感 那它是直接 注重在我们的一个 发炎的地方 去减少这些 发炎的一些反应 那所以 它对于这个 改善我们这个 关节的一个 酸痛感 是有一些帮助 那尤其对于 我们如果希望有些 希望能够改善 关节的不适 或是舒缓一些不适感的 民众来讲 它是一个蛮好的 适合的一个 保养关节的一个成分 但是廖医师 我们一般人 是不大容易 每天在摄取啤酒花的 所以 这一个天然的啤酒花 就可以考虑 从这一个保健的 補充品当中 来補充 那林医师 也要提醒大家 另外一个 对现代人来讲 很重要的是鞋子 像我的工作 必须久站 其实我很明显 穿舒服的鞋子 我才可以撑到帮外 所以呢鞋子穿对 然后呢 整个酒站的姿势站对 确实也会影响到 关节骨骼 跟整个健康状态 没错 其实我们人体的 每一个系统 都是环环相扣 那我这边举个案例 就是一个 五十几岁的一个 一个家庭主妇 因为他蛮喜欢参加 外面的社团活动 所以他常常都需要 就是穿高跟鞋 参加一些 一些活动 宴会或是 而且他也喜欢跳国标舞 那有一天他就过来 他说医生医生 我怎么 脚踝也痛 然后膝盖也痛 甚至有时候 连髋关节 腰下背部都痛 那我跟他说 其实第一个 你常常穿高跟鞋 我请他鞋子脱起来 看不对 他还有扁平足 然后又穿了高跟鞋 我问他说 那你以前穿高跟鞋跳舞 有没有扭到过 他说有啊 怎么会没有扭到过 就像打篮球 你怎么会不扭伤脚踝 我说那就对 那你的扭伤脚踝 有没有处理 他就说没有处理 后来我帮他做一系列的检查 发现其实呢 从他的一些扁平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如果你的 有扁平足的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的足弓塌陷 接下来我们的动力 我们的力量 就是反作用力 很容易造成他的 小腿的这个颈骨 会内转 真的喔 对 接下来就影响到你的膝关节 所以膝关节都容易外翻 膝盖外翻 对 不是母指外翻 母指外翻 是在我们的这个 在扁平足的时候 其实就会 那另外呢 如果再摆的不处理 字字不理 接下来他的大腿骨 也会内旋 所以接下来就看很多 一些女性朋友很喜欢 去调整骨痕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 这样子 一开始你的脚的问题 没有处理好 或者你穿了不正确的鞋子 后来我们就针对他的韧带 先去做处理 先打了一些 增身修复的药剂之后 他也很乖 开始做一些脚的一些 激励的训练 所以说我建议他 第一个高温鞋不要穿 第二个夹脚拖不要穿 因为他方便嘛 在家里面 想像夹脚拖 那就又恶化了他的 拇指外翻 好 那这个鞋子呢 其实很重要 提几个重点 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 因为我们华人 有时候大家的脚比较厚 或是鞋 鞋 我们的前端 鞋头的宽度比较宽 所以我们的楦头 第一个 不是越宽越好 第一个 就是穿进去 要舒适 要刚好 太窄 你看那种巫婆鞋 或什么的 尖尖的好看 但是对我们脚的健康是不好 很多女生的高跟鞋 都是尖头鞋 穿久了 其实脚真的会变形 很多是后天的鞋子 不对造成的拇指外翻 另外还有就是整个 有些长辈很喜欢穿 整双很软的鞋子 对 气垫鞋 气垫鞋 其实你的脚跟那边 有气垫就好 但是如果整双都是软的 那第一个 你的足弓要够稳 如果你的足弓不稳 你穿那种很软的鞋子 看似舒服 但是久站一定会腰痠背痛 好 那前竹的话不能太硬 因为我们前竹跟中竹的鞋垫 它需要有一个支撑 不能过度支撑 而且还要有弹性 另外最后我们的鞋背 就是我们的后脚跟的地方 也不能太软 所以大家有看很多那种 叫懒人鞋 穿了就踩下去 其实对鞋子的结构是不好 当初的设计就是为了 我们脚踝的稳定性 所以这些重点 大家在挑鞋的时候 都要特别去注意 好 谢谢林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 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 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麻吉他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帐号 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